联合官李慧当地之前19日 就近期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进行挑衅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 但在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下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包括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另行发布联合宣言 以最强烈的用语谴责了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按理会当天下午3时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围绕北韩不扩散议题 进行了讨论 此次会议是在常任理事国美国的要求下举行的 旨在安理会的层面商讨北韩18日 向东海海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应对方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 在会议上做出了强烈谴责 称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荒谬之举 韩国驻联合国代表黄俊菊 也强烈谴责北韩接连发射弹道导弹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则表示 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旨在应对美国的威胁 将其责任推给美国 北韩驻联合国代表金星也表示 韩美军事威胁持续不断 将北韩开发核武器的责任转嫁给美国 大多数安理会理事国均谴责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不信任任何称之后 不信任何称之后 不信任何称之后 特勤连机枉